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的《军梅器言》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Larry 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另一个主持V,V你好 Larry,大家好 我们就跟大家update一下世界防御消息 这一节与中国有关系 我想大家都会记得这个辽令号 辽令号我们每天都好像追踪着他 他现在穿了公固海峡 我们相信现在应该有反家途中 应该都非常靠近中国大陆本身 所以未来美国的军艦未必都跟得这么贴 应该是各自归队的情况 日本的自卫队可能都未必跟得这么贴 所以现在反而未必有这么新的辽令号消息 反而国内有机会慢慢浮现辽令号编队的消息 最重要是他那天回到武港那天到青岛便应该会谈 我们又会关注另一个东西 另一个地方就是中国另一艘航空母航 这是山东号的情况 这个CV17 因为它和辽令号是姐妹蓝 所以认为它里面很多设备都应该相同 所以亦有些声音关注 其实山东号的动力 因为它用的窩炉也好 用的蒸气窩炉 用的动力系统 按照计则应该和辽令号如出一切 所以如果之前提及到辽令号 动力是否会有问题的时候 同样的问题都会用到山东号身上 它本身用8个窩炉都应该用俄罗斯那种 TB12乘8 8个窩炉去推动它的情况 所以相对是新正一点 和船体没有辽令号那种问题 就不会有瓦良隔号的钢 要再贴一下辽令号的钢 那种野金的问题 山东号没有这些问题 蓝体又年轻这么多 所以应该看下去 海上出事的机会会低一点 这样说 山东号最近似乎被拍到 可能有些卫星照片 阿V跟我们讲一下 有些卫星照片 关于山东号可以向 是啊 其实本来我们一直都想着 辽令号终于回家了 大家都可以休息一下 不用再听中国辽令号的新闻 DDG89 马斯廷号可能都可以休息一下 终于不用再跟 南长我终于翌尾 南长我脚都远是终于翌尾 是 但是怎知道 在话口里不含 又看到有新的卫星图 今次就变成山冬号 现在好像出来 还有旁边 还有些可能可能会会被舰 另外 除了山冬号之外 我们好像还看到其他在Trader上有新27部队军事集团的Trader 和另外一个越南的Trader 都好像出了就是说连075号都在海南那边出来了 是的,所以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因为大家知道075的吨位也有差不多的 就是说是挨着4万吨左右 这个吨位已经拍得住美国的两栖登陆艦 例如我们说是黄蜂级这一种 黄蜂级这一种固然可以载到 现在最新可以放到F-35B 以及放到一定的直升机在上面 另外它可以有一些船农登陆艦的特色 可以照计上面可以放一些我们说是两栖攻击的载具 说起来就是075 075最近很不威风 现在下了水 以及也复役 国内流传这样的照片 说它们的机动性能是非常好的 一个漂亮的圆形非常公正 当然不需要夸赞它的动力系统是什么特别 它的航行的截数是25截以上 应该是问题不大 我相信它的动力大概可以推动到27截左右 说起这一艘075 中国是寄望甚恩的 这一艘船上面大概可以放到一个型的兵力左右 大概600人 我相信船员是200-300人 所以整艘船大概放到900人左右 上面它们说最夸张可以放到20架直升机 各种类型都有 包括有直8F或者直18等等 它们最想擠的机器就相信是直20 直20当然没那么快 直20我们相信也要测试多不同的东西 以及直20的艦载版 因为如果它现在不是艦载版 如果平时动用就应该问题不大 有些像山寨了黑鹰版本 但是如果去到做艦载版 经过很多浮试 例如腐蝕的浮试必须要经过 以及在海上的风和側风 全部完全和陆上都不同 所以我想它们要再做多一点测试 才有机会擠上075 但075的target 我相信是留到一定的位置 给直20 说到直20 中国两棲部队中的首艦 海南豪 擠在南海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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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在南海攻略 但解放军放了 他说除了可以在南海方向前进 亦都可以向东海这边移动 主要我们相信他有机会 攻击一些在东海南海的倒序 例如东沙、南沙、澎湖、金门马祖 如果有动用到的地方 海南豪都可能会出动 所以海南豪对中国的海军来说 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尤其是说夺岛 或者保姜卫国 对岛屿的安全 其实都关于075事 刚才V和大家说起 山东号附近应该有些军舰 这一架影岛这个位置 应该是它的户航編队 有机会 V 你觉得山东号现在 现在有什么户位可以跟着 看这个卫星图的样子 就比较小架 会不会是架052D 但是会不会还有些可能 卫星图拍不到的 在旁边可能055 又或者054A 也有机会 今次就这样看 就远一点点这一架 其实都看不清楚 甚至乎会不会本身 都不是编队的船 看上去好像都很小 但 anyway 你看到有辽宁号的編队 大家能够猜测到 如果山东号要有編队 今次执行任务 它应该又是大概是六首船 六首船有达055 055就不再用南昌号 南昌号便偏熟到辽宁号 所以这一架应该新落的大连昂 106 大连昂可以落水 又可以入役 可以跟着山东号浴 另外加些052D 有很多 054A等等 加架潜艇 完全都没问题 不过 我们就要看 今次它用编队 即是航母编队出的机会大些 还是它又是继续做海市呢? 如果它继续做海市 可能只有它一架而已 或者多一架 例如补给艦附近 或者一个小的军艦 可能054A都够用 始终是和平时代 以及自己的领海 所以可能动用到的编队 就不需要特别大 纯粹它们自己可以 所以大家看到这幅图 它都在自己领海基线附近 所以山东号自己 暂时附近好像真的没什么提及 075又是 V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双航母? 因为这个075的灯位 都其实勉强一架轻型航母 所以双航母出击 也很威威 应该是否都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看它们的距离 都不是很远 只是翻张地图 可能是100公里以内 算不算是很远 可能要等它一起出来 跟着双航母汇检 或者山东号可能现在做了些测试 做测试都在附近海域等它 然后在075整以下 做补给就可以出来 它截数也不低 所以它出来也很快 如果100海里 100公里很快便能够 一日内都看到它 所以可能是双航母一起出来 如果类似貌似准双航母走出来的话 那会不会是因为南海出了些事? 刚刚辽宁豪才出了 还要被阿里巴克级船追到气急 后来还整架CG来弹 现在中国竟然就够胆出双航母 是否报仇呢? 就是南海现在在它附近 是否昨天才说完法局 那个西北风级的雷霆号 才刚刚到在它附近 会不会打一撞一撞到? 也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昨天我们说起西北风 西北风大家注意的情况 就是因为它雷电号 雷电号和另一个拉法业级 拉法业级就是一个 2,000-3,000吨左右的船航艦 他们应该访问了越南号 他们访问了越南之后 就应该来越南还有多个港 他们就要去的 应该河内再上少少 那些位置 如果上去的话 不注意又要在西沙附近走 真是不知有心无意 海是很大的 但偏偏西沙的海域 大约12海里的位置是滑滑过的 我说过很滑透的 你说它在执行海上航行自由 又不行 你说它不注意走过 我又不是特意搞你绿海里的东西 又不行 所以其实是相当枯滑的玩法 Anyway 你看到山东号是否有机会遇上西北风级 遇上又会怎样呢 很过瘾 如果遇上的话 075对西北风 大家都是两只公鞭男 是否说西北风级上都是学员 可能大家不太沟通到 一个说法文一个说中文 是的 所以我们相信 两架蓝艇遇上机会有没有 是有的 但大家都不会有什么防空部队 直接武装 冲突机会就很低了 我相信法国都真的无害通过 而且法国人应该都会和中国说声 我相信 避免一些海上摩擦的试炼 我相信暂时应该都不会 但法国人的姿态一定有 所以大家当它是自由行行就可以 你当它不是也可以 Anyway 总之这次法国佬被它过骨 始终它们都是装着学员 战斗的态势也不太强 但除了面对法国佬之外 有张图大家不得不看 这个阿V有提醒我 说南海最近好像不见了很多东西 阿V有没有和我们报道一下 现在世界海军各国的主要艦艇的位置 让大家更新一下 是的 那天其实我们看到 《USNI News》那里 说最新4月26日出了的 美国军舰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 一看就发现 咦? 为何罗斯福号 突然间走回去了美国西岸 跟着Macon Island 又去了关岛 似乎好像南海是否真空了 是的 如果大家看这张图 首先 美国东南西岸 为何我们不看 现在罗斯福已经走上阿努申群岛 即是去阿拉斯加那边 昨天也有说到 罗斯福号似乎被一些反潜 即是图142的飞机逼近 令我们想起航空母舰的防空问题 而你未看就快点看 但是你看现在 Eltima流行土豪 现在在西班牙外面 你见他有没有机会 下来中东 帮一帮艾森毛威尔 然后艾森毛威尔 又下来南海 照计艾森毛威尔 下来南海 以他的速度一个星期都到 但这星期应该不会见到 所以现在就应该剩下 动得到的艇 又可以落得撤泥 就应该剩下魅尼坚号 魅尼坚号好像还是在佐世堡 但是我们就上去 他美国的海军的website 就找回一些照片 就见到他似乎在4月26、27日 都在做一些最后的修整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修整完 就想着会出来呢? 是V 那我们看看吧 包括美利坚 应该在出海 做一个前线配置的任务 应该去菲律宾海的情况 这里就见到 他们的艰员 应该是需要去discuss 就是谈一下 来近这些行程的细节 另外你看到那些艰员 就做很多不同的准备功夫 这样去做的 是呀 另外你看到 魅尼坚号 就真的是工作人员 整装待发 又给大家看一条影片的情况 你看到这些直升机 完全都去做最后的测试 做这些准备 让大家看到上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直升机 再配上他们的F-35D 再配上他们的F-35D 大家可以见到 上面的彩虹战队 他们的配搭 所以看到LHA-6 其实都真的正装待发 随时可以去菲律宾海那边 如果它去菲律宾海那边 就会好一点 但是它要下来 也有些时间 而且它下来之前 看看它有没有什么 要再做准备的动作 然后才会下来南海那边 但是我们又说回 Megan Island 在关岛之后 它会加入罗斯福那边 加入罗斯福那边 它就会做一些联合演习 他们在亚流申群岛那边 都会继续做一些演习 海上打击 这些演习一定都会做 反潜等等 所以大家都依然会看到 不过它就不在南海而已 所以那些艦队 编队那些 全部都会在罗斯福那边 这些位置都会看到 我相信它们现在 有些照片大家看到 都是它们现在内部 在准备着 应该是5月左右 是吗 是的 那个exercise 就是叫做 Northern Edge 2021 就是5月头开始 都很大型 它们会有Macon Island 有罗斯福號 整个南群 还有陆上面 它说会有200架战机 一起飞过去 在亚流申群岛那边做 我想都会维持一段时间 Northern 我就在想 其实是否究竟 那为什么美国这么放心 可以被南海真空 譬如这一两个星期 都可能没有船 还有是否中国就看到这个时机 所以就洗山东号出来走一走呢 我相信第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看到上次辽宁号是什么事 那两个星期 首先多谢大家 緊密留意着我们是均武器言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说辽宁号 大家记得了 CEO和XO的脚脚脚手仰 你看到美国海军好像发现 原来我派一架DDG跟着你 在左邨右侧 似乎影响到偏队的运行 及后再恶一点 派三架DDG跟着你 三架DDG跟着你 的威力原来也挺强的 令到中国的舰队 它的去向也好像散散地 竟然变成一个不可预测的去向 网上搞到很多传言 又说要用辽宁号引开这个DDG 令圣上可以安心海南做教育 三个军舰入水 这些都说的 真是很重心良苦 这些就是引开敌军 自己去死 皇上可以出逃 这些当然是猜测性的情况 但Anyway 你看到辽宁号不规则的活动 其实就不像中国海军艦队 平时固有的路线那种前途 所以为什么会猜上DDG 是不是影响了他们本身的航线 他们说是做集训 但大家都发觉后来由一架CG 再加一架DDG 去监控整个舰队的运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大家都逗玩灰色地带 所以你不开枪 我不开枪 你就用了一架六艦队 我就用两架舰就搞定 你要一个七架舰 就是组成的一个舰队 可能是美国计算数 不需要每次派航空母艦 所以转发感觉很好 还有现在就派美利坚 美利坚上面是F35B的情况下 一架足够不够呢? 如果大家印象还记得吧? 去年也是大概相同这些时候 如果大家看回USNI 或者可以重温我们一年前的节目 大家看回这张图 你又有所感的 就会见到罗仙福号停留在关岛 也很久没有出来 当时只剩一架 美利卡队长号自己一个在南海 当年还在菲律宾海自己游役 也挺大胆的 不知道有没有巴克级的驱逐艦跟随 我们就不知道 一架孤艦就在南海 那么大的南海上走走 V 我相信你也记得这个位置 是吧? 是呀 而且又会这么合线 今年又是一样 又是差不多时候 又是可能美利卡 又是一架自己出来作业 是啊 其实连时间也很接近 就是4月20多日 接着在下一个星期的时候 然后你发觉原来连队长号都顶不住 都要回到座世堡那边休息 所以当时大家看到罗仙福号 整个摊在关岛那边 真的在南海出现了真空战力 当时我们的节目也不停强调这个东西 还有美利堅奥也有传出当时 在菲律宾海附近做演习的时候 就被其他军舰包围它 这个就是中国的媒体说得最多了 包括你看到其他052D 054A 那时候没有05 这些全都包围着 USS AMERICA 甚至辽宁澳編队 我们当时也是有出来公开玩的 而Vino有印象吗 这件事 是啊 还说 为什么军兰找个屁股对着 USS AMERICA 让他这样围着 因为又忙又玩 你知不知道他屁股都可以放鱼轮 有些这么搞笑的话 我相信除了放屁股可以在后面出 你也很难想象 什么武器在后面出 正如你也是机头轮达 渡航指着对方攻击 Anyway 看到这张照片 应该都换起大家的记忆 难道美国是有一个传统的 就是每年都要在南海 他大概现在这些时候 就弄回南海真空 阿V是否特意的 是否特意弄个陷阱出来 特意弄个南海真空 然后引山东号出来 让他可以拿一下山东号的资料 因为之前山东号好像都未出过来 山东号其实都神引了很久 大家有没有发觉 因为他始终 他虽然入役、服役 但是暂时都是只有辽宁澳編队 就没有山东号編队 而且今次出来都好像是比较孤单 就未构成一个編队给他 Simon 已经说过 难道真的两架航空母船 都只有一个上面的採控战队 只能有一个採控战队 每次只能移动 我们相信不是 但亦都側面反映到 中国要培训海军的艦载机训练员 即我们训练的技师 以及上面操作人员的训练 真的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之余亦需要经验 所以这些位置未必容易满偏 以及山东号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做蓝寨机训练呢? 上面究竟可以放到多少架蓝寨机呢? 坊间就说可以放36架 但我们相信可能比较24架多些 例如可能放到29架左右 我们相信这架蓝寨机的数目应该比较合理 但中国现在有没有29架蓝寨机 被山东号满偏放上去呢? 辽宁号上就有8架蓝寨机 我们相信7除8扣未必有 如果不注意它有20手都相当理想 但它的全甲板出击是未开始训练的 没有机会今次可以训练全甲板出击呢? 如果用全甲板出击 训练蓝寨机训练呢? 有事实就未必需要去到辽宁号偏队那种 有6、7架船护住 可能自己单艦出在中国海域附近也可以 但中国始终都是一个 我们说南水海军的阮阳训练 看看有没有机会 来近山东号左右去远些 甚至去到西沙、南沙这些位置 做蓝寨机训练是相当理想的 那我们大家一起观察一下 再加上另一架的存在 就是这个075下 形成双准核母 我们都期待 如果有进一步消息 那我们又跟大家更新 好,这一节就差不多了 大家记得帮忙看下广告 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记得点钟仔 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另外可以订阅我们Patreon予言频道 可以评金一下我们有银行Patreon予言频道 另外可以多点分享 还有记得点赞我们的节目 留言的时候 有时也有五额 但现在也很少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尽情留言 好,那我们下一节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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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